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缺乏污水排放设施配套 都市计划净线件等因素 导致线状低度开发 然而在县府团队的努力下 终于在111年4月竣工启用 开发区内主要规划 一种工业区 产业专用区 工厂商进驻使用 经过县府团队的一个努力 那我们把这个小通工业区本身 无论是在交通的路网上面 我们大概有8到15条的 整个的交通道路 那当中最能够引起注目的 就是一条绿源道 那这条绿源道 也算是整个的革新的交通 那同时呢 我想在这当中 不只是我们交通非常的便利 无论是向东 就紧邻我们台义县 那甚至国道1号 距离大概也不到5分钟 所以我想在交通路网上面 它是非常的优势 同时呢 我们也以春夏秋冬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整个检观的绿煤挂 这当中我们种植了超过25万株的 这些树种 也希望就是能够让这个地方的绿煤化 整个的景色 景观都能够带动上来 不过只是工业区的开发 也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跟繁荣 区内规划28米绿圆道 并设置有春耕智洪 夏云生态 秋收稻香 东藏等四座景观公园 现况道路系统完善 基地平整 设置共同管沟 塑造兼具工业生产 及生态永续的优良环境 开创优质工业区的新风貌 我们不断的 就是也做一些照商演资的工作 那我们在整个标售上面 其实很多的厂商 其实关注力相当高 而且投标的意愿也相当多 那不只是我们看到 现在无论是鲑鱼返乡 或是很多的这些台商 愿意回流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现在我们有预留比较大块的 大概上7000 8000平数的 我们希望能够招进 比较指标性的这个厂商 当然我希望就是能够 地污染高效率的产业进驻 县府为了解各界 对于小冬工业区之实际需求与建议 举办征求厂商意见座谈会之机会 邀请相关业者与工会 试图在规范许可下 为厂商提供最合适的开发策略 创造地方与企业共赢契机 目前上有两笔产专区 及一笔已工区土地上代标售 不但仅邻斗南交流道台一线 交通区位优越 三笔土地均双面零路且方整大面积 期待优质企业进驻 发挥加成效果带动地方发展 我们在推出的时候其实买气相当好 唯有几块是比较大块的 包括说它可能超过两千平 超过三千七百平 超过七千平 这几块比较大块的 其实它们都会有相当的优势 不只是双面零路 包括它的面宽都超过百米 甚至还有旁边有三千平的工园在那边 我们第四次在推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滚动式的检讨来讨论 我们厂商大概跟我们的条件 是不是能够美合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这么大块 这么完整 而且这条件这么好的这个土地 它也能够得到好的这个主人 好的买主来开发 云林县一星二轴三业之发展定位 以斗六 湖尾 斗南 作为行政经济交通核心 并打造工业 农业双轴带 进而建构云林发展基地 提升农业 工商业 及观光产业三业之发展 我们有四个公园 做一个景观的绿美化 那再加上现在我们狮子会 已经在那边做了一个狮子公园 那甚至我也四支六亿 要打造一个小冬休闲娱乐中心 那这个娱乐中心本身 不只是有我们室内室外的游泳池 再加上有一些健身房 还有我们有商店街 那包括我们有青窗中心 不只是在地的这些工厂 所有的同仁可以在那边休闲娱乐 那甚至也是算斗南 所有的乡亲也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 从低度开发荒凉地 到局目可见之高产能土地 县福团队的努力 让云林又多出一优质的工业区 等待着外漂青年返乡 共享开发成果 未来可以留住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用冲到就业机会 可以让他们扶老稀有 而且可以照顾我们长辈 让长辈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那也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待 增加更多的这个生育率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希望 打造一个农工商科技城 能够留住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们下期见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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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